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是整整一下午 一边傻笑 一边哭 再陷入一种 明明我们相处得很好呀 为什么会走到今天这一步的死循环 看着他朋友圈新发的自拍和旅游的风景 小心翼翼的收藏又怕被人发现 从来不敢点赞 不敢评论 又懊恼能陪在他身边的那个人为什么不是你 总遗憾的觉得 被他爱过之后 你很难再遇到比他更爱你的人 即使这样 他也早就和你没有任何关系 于是有姑娘问 怎么办 我也想删了这些记录 扔了当时的信物 忘了他重新开始 可是每次看着删除剑都下不去手 我舍不得 也不甘心 其实姑娘呀 顺心而为吧 别为难自己了 真的不用刻意想着去忘记 真正的忘记都是悄然无息的 要不要删除记录 要不要忘记它 从来都是你自己的事 没有人能强迫你也没有那么多所谓的对与不对 最重要的是你自己觉得什么样的方式能让自己过得更舒服一点 千万不要删除聊天记录 如果你觉得怀念以前的美好 能减少一点失去的痛苦 那你就怀念 灵儿我的摄友洋洋就是这样 他觉得顺其自然就好 他过时的手机里站满了那些舍不得删了短信 他的床头还放着一只他送的娃娃 那些聊天记录就像是回忆里的时光机 能让你一见就看到过去 或是甜到发腻的 或是心酸难过的 看着看着总能让你不自觉的默默笑出声 也能让你哭到喉咙发芽 即便是这样洋洋也未想过删除这些记录 他说其实对他已经没有什么特别的感觉了 但也从不删除聊天记录不删除联系方式 留着只是想让他知道现在的我能果得比他更好 甚至自私的希望当他再回想起我的时候有那么一丝后悔和愧疚 其实我想也是 留着过去的美好也是有好处的 毕竟记忆这种东西并不会随着删了聊天记录而被删除 这些过去会时时刻刻提醒 你要更努力要变得更优秀 然后过得比他好就好 每个人留下这些东西都是有每个人的意义 也许是纪念学生时代淳朴的感情 也许是让自己看起来更独立和勇敢 也许是一份成长的履历 也许是提醒自己 一个人只有懂得爱自己 别人才会更爱你 但不管是哪种原因 对当事人来说 他都有不可代替的意义 留着只不过是把他当作自己的成长履历 不仅学会爱一个人 更学会了如何爱自己 哪怕时间过得再久 在想起那个人时 只记得起当初他带来的喜悦与感动 这就足够了 就像那首歌说的 只期待后来的你能快乐 那就是后来的我最想的 而对于自己 拥有过再失去也好过 我从未拥有 没有忘记 那个人只不过是因为时间还不够长 久了自然也就忘记了 以上就是帮你们找好 不愿放下的借口 反正忘不忘记也就那样 忘不掉索性就不要忘了吧 既不会打扰到 他也能让自己好过一点 不用刻意去违背自己的意愿 其实当局者没有你 旁观者的我们也看得清 不商聊天和联系方式 是为了纪念 为了成长 还是根本没忘记那个人 自己心里没点数吗 你明明知道自己在为过去的感情找借口 也知道不是找不到比他更爱你的人 而是你根本没把心里的位置 空出来给别人 你心里明白 他已经不爱你 你们也不会重导覆辙回导过去 无数个失眠夜 你在翻他微博的时候 他在循环作乐 无数次你在缅怀过去的时候 他在打算新的开始 无数次你郁郁寡欢 波斯进取的时候 他在旅游在开拓眼界 人最大的敌人是自己 你只是从来不肯承认已经失去这件事 才用过去的美好来麻痹自己 这样真的会激励自己变得更优秀更好吗 并不啊 他只不过是让你看起来像一个输不起的人 甚至以后也可能不会赢 其实每段感情经历都弥足珍贵 这并没有错 你也可以一直把它留在你的硬盘里 但是你也不应该一直重温过去的一点一滴 而是应该感谢他来过教会你爱人 他走了 你就去爱下一个 承受得了失去的痛苦 也有勇气去赢得下一个人的真诚 这才是一个聪明成年人会做的事情 你那么漂亮又勇敢收拾好自己的心情吧 感谢他来过也不遗憾他离开 该告别就是光去拥抱心爱了 N转载小光辉 别人 别人 我便走 那边 你 我 getting 我的